因为针对这个市府要买疫苗 早上行政院长苏贞昌他有说疫苗的购买 是要有一定的规律跟规定跟程序 那陈时中刚刚也说采购疫苗之后要由政府来统筹 市长怎么看中央的说法 另外还有一点是如果连在台北市不涉及的人都可以打的话 到时候要怎么防毒是不是有人要钻漏洞 这个地方政府买疫苗本来就有 目前就有明文规定 所以我们一定是按照规定去处理 那事实上每个县市政府在疫苗上面还是有些差异 比方说台北市最早用那个轮狀病毒 小朋友轮狀病毒的免疫 有那个叫做Copay就是配合 那有些县市那个像HPV 那个就是 就是那个跟那个子宫颈癌有关的疫苗 所以意思就是说事实上 其实在这一刻你知道 每个县市政府他打疫苗的政策不完全是相同 每个县市 所以每个县市要买疫苗 这个本来就有一个明文规定 所以我们还是按照 按照明文规定来处理 大概就这样 至于说是其他什么县市要跑来 我们事实上我们在之前我们台北市打疫苗的时候 我们就是说只要住在台北市的 那上网登记我们也没有去说只有台北市级的才可以在台北市打 我们也没有搞到那样 所以 像这种东西我常说政治就是80 20法则 就是也不用弄得那样 那个制度很死 很死板 所以 所以关于这28亿的预算基本上它是一个预防性的预算 有需要是我们会买 我们还是会按照 目前的明文的规定去办理